最近中国疾控中心对新发地的新冠病毒进行了全基因组的检测 这是一个溯源的工作 就是从病毒的这个基因的密码纸的排序 来对比这个排序跟哪个地方的病毒更接近 最后发现这个病毒跟欧洲的病毒相接近 但是不是现在欧洲的病毒 而是之前比较前一段时间的病毒的序列更接近 那么就告诉我们 很可能这个病毒不是最近才来到新发地的 它是以前就进入到新发地 这就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东北曾经出现了新冠病毒的小范围的流行 这些病毒又被溯源追回到了 可能是输入性的病例 欧洲过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讲是 可能当时的病毒 有人携带这个病毒 从东北进入到北京的新发地 进入新发地以后 病毒排放在了新发地 污染了新发地的一些市场的一些表面接触物质 这就是高福院是所介绍的 很可能病毒就潜伏在那个地方 然后过了一两个月 等到天气热了 人流密集了 新发地广场里面到处都是人的时候 这些病毒它就容易播放出来 播散出来 很多有一些免疫低的人就被感染了 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这样的流行 所以就说很可能是这种污染途径造成的 当然会不会通过海鲜冷炼 冷冻运输的方式从欧洲进入到中国 这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还需要进行验证 因此就是两个方向 值得我们考虑这个新冠病毒 到底怎么来到新发地的 一个就是之前可能东北的 这个胁毒者污染了新发地 然后现在经过隐藏以后 一个多月又重新感染了人 另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欧洲之前病毒 然后污染了这些海鲜 通过冷链运输进入到中国 就这两种途径最有可能